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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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当然也不稀罕了 因为我们知道前不久不是健保的问题吗 健康保健的保险金 那个问题 医保的问题 那个事实上中共就是把这个原来这个老百姓个人可以支配的那部分呢 等于收归国有 所以它现在就是处处出现这个中共因为没钱 而跟这个老百姓抢钱 争利抢钱 那么这个事情 这个看来是又一个新一轮的抢钱 嗯 就是说你怎么看对它这种统筹啊 就是全国统筹 因为我看报道说好像是不同社区交的这个技术也不同啊 交费的年限也不一样 计算方法也不同 而且差异也好像差异也比较大 就是说如果它现在这种统筹这种做法 您怎么看 对 这个首先就是说即使是在正常国家的话 就是说养老也好呢 它也有一些那个就是按地区的物价差别的话 应该有一些调整 但是这个呢就是说你在这个 应该跟那个物价相关 跟那个生活水水准相关 跟生活水平的差异相关 那中共这个做法呢就是说 它这个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 那交费也不一样 年限计算都不同 所以呢 但是现在呢 实际上它在这个开始设计的时候呢 就应该考虑到这个地区性的那些差异问题 但是它显然这个计划的时候就没有做好 现在呢 它现在要统筹 要这个统一 那统一的话呢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公正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 确实是一个问题 这个实际上只能怪这个中共自己 它这个 还有一个呢 它这个不同地区 原来那个是分支的 分地的就是说 各地负责各地的那个社保费 以及那个缴费技术年限计算 那现在它把它统筹起来 这中央 像中央那个权力集中的话呢 它也是制造的麻烦 不过它现在 它不这样做也不行 所以它这个 实际上它有涉及到这个 中央和地方的那个 地方的那些权力的问题 和这个受 真理的问题 那现在那个 它不同 差别过大的话呢 很多那个穷远地区 或退休金带率低的地区呢 它们会有激烈的反弹 你现在把它拉起 或拉成全国一致的话呢 那也那富裕地区也会反弹 所以这个确实它自己找出了一个麻烦 我刚刚报导说就是好像有关部门是这样解释 就说是 统筹就是吃大锅饭的意思 是啊 是吃大锅饭 吃大锅饭呢 我们也知道 以前中央就搞过吃大锅饭 吃大锅饭以后呢 最后呢 就是大家都没的饭吃 他就会把那个弄成 就是走 吃大锅饭也好 或者是统筹也好 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计划经济 就是社会的计划经济 而这个社会计划经济呢 我们也知道这是一条死路 他就说没有考虑市场 也没有考虑那个 各地的人权 各地的不同 比如说没有人性的一种 那个计划经济下的统筹呢 他就是吃大锅饭 而吃大锅饭的最后呢 就是那个所有人都吃不到饭 嗯 所有人吃饭 我看有网友就说 实际上就是说不能那个啥 就是共同富裕只能是共同贫穷 对 实际上说这个社会主义的尊重 真正最后呢 就除了就是让这些官员 贪官们能够富裕起来以外 其他对老百姓来说呢 就是就是共同贫穷 实际上中国现在就是因为 这中共搞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搞了这种最后到了共同贫穷 经济崩溃的时候呢 他才搞出一个开放 开了开放以后呢 用资本主义去挽救社会主义 刚刚挽救了几天 刚刚吃几天饱饭呢 他现在又要走回头路 所以呢 又会走向这个 那个共同的贫穷 这是肯定的 嗯 嗯 那我看有报道说 就说是刚才提到 就是说是什么 各地区的这个 这个缴费的基数 还有年限啊 什么方法都不一样 那如果说把富裕区的 拨给这个比较贫穷的 这是不是有点抢劫的 这种概念 是啊是啊 那进化经济社会主义 就是这样 社会主义本身的做法就是这样 用那个不是用资本的 市场的手段和公平手段 而是用那个权利来那个调节 这个确实就是会有问题 嗯 那您认为这个背后 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嗯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中共现在开始这种加快的抢钱 加快的掠夺 比方刚才我们提到 那个医疗健保的问题 到现在那个养老的问题 最后原因就是 就是没钱了 政府没钱了 政府没钱 然后呢 经济下滑 采生收入减少 就入不敷出呢 他就只能去这个 只能从老百姓的那个口袋 钱口袋上去打主意 其实就这么回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